等於是我們這個地方 就是前面這個工作表叫去期好了 也許這個刮譜一下吧 你打個名稱吧 我們就是給它一個名稱叫去期 後面的話呢 再把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複製還記得吧 拖拉加Ctrl鍵 放開 這邊就多一個了 把它改成VBA 那我需要做的VBA 就跟上個禮拜的VBA很像 就是第一個按鈕 做出來結果跟這個錄製的蠻像的 只是說我們是用VBA寫的 第二個的話清除也是用VBA寫的 那第三個的話呢 可能會多一個 VBA還記得吧 就是這個是按下去的話 它是丟出去的是一個公式 但是呢 我假設希望說我將來多一個按鈕 輸出的結果 並不是這一堆的公式 而是最後的結果就好了 OK有沒有 像手機啊 你還記得吧 我們手機那個 丟出去有一個是公式 有一個是最後的電話號碼 有沒有 那至於要怎麼做 就是我們待會要講的 如果你對於我剛剛講的不熟的話 請你把上個禮拜的東西再複習一下吧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把這個再複製一個叫VBA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們就是在切到VBA 這個時候的話要自己寫啦 那寫的方式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先把它縮小 那我的習慣是 把這個VBA縮小 然後呢 請你找到 它這個左上角這一塊 這邊有個Module 1 Module 1是剛剛錄製聚集產生的 那我不要寫在一起 有沒有 我另外寫一個 所以我可以怎麼 按右鍵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模組 那叫Module 2 可是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的Module 2 我不想要叫Module 2 可不可以改名字 改成叫VBA 可不可以啊 怎麼改 很簡單吧 各位可以看到下方 有一個叫屬性的一個面板 這個叫屬性嘛 那這邊不是有個Name對不對 Name的話就是它的名稱啦 那如果你要改的話很簡單嘛 你就把它改成叫VBA Enter 有沒有發現 名稱跟那個專案 這個VBA的名稱 因為被 當成是一個物件的名稱 所以你不能叫這個 不然的話那個名稱會衝突啦 所以你可以 在那個這個地方怎樣 改個名稱吧 比如說叫 後面加一個其他東西都沒辦法 加個1啊 加個2啊 加個3好了 比如說這邊加個1好了 VBA1好了 OK Enter 它就OK 你不能叫VBA 因為那個名稱是保留的名稱 OK 上面的名稱 你可以Module1 如果你要改聚集好了 你可以什麼 下面的Name 改叫聚集 這樣OK啦 其實不改也沒關係啦 只是感覺 你看模組 感覺呢 就會相對的 比較熟悉一些些 OK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啦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將來你要打程式 記得喔 一定是打在模組裡面 反正以後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請你在模組這邊打 那如果是按鈕的話 記得是什麼 Sub開頭嘛 OK 所以你就這個Sub要自己打 Sub 然後後面名稱叫什麼 H 我大概後面希望多一個按鈕叫 輸出公式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什麼 後面加個Sub 那名稱的話呢 我叫做空一格 然後呢 我給它一個名稱 中文的名稱好了 那英文你打英文沒關係 我叫做什麼 叫做刮弧自串好了 刮弧自串 那因為我要輸出的是公式 所以 我一個underline 然後加一個公式 有點像之前那個練習一樣 那記得喔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請你務必用 底線喔 你不要用那個空白 你也不要用那個 減的符號 minor 減的符號不要 反正呢 符號裡面最保險的 就是underline OK 其他的符號 通通不要用 像豆點 像句點 那些通通不要用 刮物也不要用 為什麼 因為那些符號 在程式裡面會被用到 所以呢 將來會有衝突 那底線不會有問題 底線 然後enter sub 刮物在底線 公式 那如果我今天需求是這樣的 有點像剛剛錄製劇期的 那個結果 按下按鈕之後的話 他會幫我把公式全部輸出到指定的範圍 那怎麼寫 第二個的話呢 我需要一個什麼 清除嘛 清除 好像清除寫比較簡單 所以 把這上面喔 複製一下 接過來這邊改一下 這邊要清除 反正就兩個先寫 清除 OK 那清除寫比較快 清除還記得吧 我們 4圍圈嘛 4i 等於第幾列呢 第2列有沒有 你可以看這邊 第2到第10 所以 4i等於2到10 enter兩下 打一個nets 然後把什麼呢 把B欄的字號清空 那叫sales 刮物哪一列 第i列 哪一欄呢 那就B欄 裡面呢 讓它清空的話 那就等於什麼 等於雙引號 這樣就OK了 這個我想 之前有寫過啦 那大概熟悉一下 差別就是說 這個10的這個數字 將來你可以用追蹤的 比如說我可以用A1向下追蹤 有點像Ctrl向下追蹤 這個好像前面 提到吧 如果你要改不改都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先打個10 2到10列 OK 那你執行的話呢 它就會把這個裡面的公式清掉了 執行 OK 那再來的話呢 要把公式丟到這邊來 所以呢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4圍圈 4i等於2到10到nets 這個範圍的程式呢 複製到上面好了 其實都一樣啦 差別就是說 在雙引號裡面 要不要放東西 OK 那如果要輸出公式的話 還記得吧 兩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說呢 這個我們被清掉了 那沒關係我前面還有一個 我把這個的公式有沒有 記得還沒印象 第一個的話 它原理是這樣 第一個 如果說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把一個雙引號 變成什麼 兩個雙引號 這個規則一 第二個的話呢 把裡面的列號 A2有沒有 總共有四個嘛 把這個A2改成i就可以了 那i你不能直接放個i 你要把它串在中間 所以是什麼 規則是 就是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移到中間 再加個i 用這樣的方式 把它串在 那個 這個2的部分 就OK了 兩個部分 那我們怎麼做 接下來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我們把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呢 取消 記得按取消 如果沒取消 它沒辦法切 再把它 我前面跟各位講過來 你可以用記事本 那記事本是在那個 Windows 所以你找到Dive開頭 副屬於用程式 裡面的那個 記事本 OK 然後把記事本打開之後貼上 有沒有 然後直接編輯裡面用什麼 取代嗎 一個變兩個 這個應該 講過好像兩次了吧 一次 一次 OK 一次 沒關係 好啦 反正不管幾次喔 因為我可能不只 我做了可能超過1000次了吧 所以我那已經 不過我步驟都差不多啦 反正就是 固定的SOP嘛 OK 全部取代 好 這樣OK了 第一步喔 有沒有一個變兩個 第二步的話 把這個改成I 那其實你可以貼上再改 或者你在這邊改也可以啦 這邊一樣嘛 你就是這樣 可以把這個改成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 串在中間就可以了 然後記得and的符號前後要空白 空白 這樣比較OK了 有沒有 那其實喔 還有一個方法啦 像我 取代 對取代 對好聰明 對 你可以就是說 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A2有沒有 取代成這個不就好了 如果多的話啦 反正你只要做對就好了 哪個方法都OK 你可以想個 像取代這個也是我自己想出來 因為我自己是 以前是自己床頭慢慢打 但發現很容易錯 用取代幾乎就不會錯了 所以喔 那取代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A2有沒有 一樣 Ctrl-C 然後再Ctrl-H Ctrl-H 就取代了 我是建議你們可以把那個快速鍵稍微記一下 Ctrl-H 然後呢再把這一串 你們A一直到後雙引號的部分 複製 把它貼到它的取代的位置 有沒有 這個取代成這個 全部取代 這樣子的話 再把它貼過來 那應該一次就成功了 有沒有 兩個動作 兩個取代喔 OK 應該不難吧 我覺得這招其實還蠻管用的 而且幾乎做出來之後的話 程式就寫完了 OK 來試一下 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記得不要貼錯位置 貼上 再來把它移開 如果移開的話呢 沒有發生任何錯誤訊息的話 那恭喜你 我們移開看看 有沒有 應該沒有問題啦 因為這個動作做了N次了 好 那再來的話就把它清除看看 清除 OK 然後呢 再把它執行 OK了有沒有 這個 那如果說你要把這個按鈕 剛剛的掛號資料 改成剛剛我們寫的 按右鍵 重新指定一下 這個應該是這個 VBA的 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集 那因為我們剛剛有寫了兩個 哪兩個呢 這個是我們剛剛寫的 有沒有 然後另外一個清除 是我們 所以這兩個 把它這個改成這一個 這個改成下面這一個 那改的方法一樣嘛 一點選它 然後把名稱複製一下好了 確定 然後把名稱再貼到這個按鈕上面 然後第二個的話 把這個按右鍵 重新再指定一下 清除 那名稱 請名稱直接把這個改 這兩個字清掉才可以 那最後RUN一下 如果可以看到結果 這個RUN出來 沒問題 再按一下它 沒問題 那就大功告成了 等於是說你要自己寫VBA 應該也不困難 那程式基本上就長這樣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個的那個程式部分的話 應該雲端白板上面也會有 那應該是在哪個地方 在下面 這一個第三頁的地方也有 OK 好清楚